原标提州星驰张博之 虽然都语相太闹呆了 但他们两人关系 很好二十年如初最近几年 华语娱乐圈有个大妈辈年龄 且不是演艺明星的女星 很活跃的娱乐圈很多活动露面 而且很多明星大腕都给她面子 她就是相太也就是香港娱乐圈 大亨向华强的老婆 是娱乐圈很著名的幕后大佬 虽然年龄和关芝林差不多的 相太闲的颜值身材无法和关芝林媲美 但年轻时美艳不输关芝林 也是相当惊艳的 但是与关芝林选择当演艺明星 而且情路坎和婚史曲折 不同向太选择了结婚生子 嫁给向华强后 先后生下两个儿子 同时帮助丈夫打理娱乐事业 做幕后推手 而不是要演的明星 只是这几年 孩子长大了 向太太逐渐恢复活跃在娱乐圈流走 现在向太虽然不再年轻漂亮 但是在娱乐圈很有影响 经常看到她和诸多明星大腕聚会合影 向华强其实大受她张罗的聚会 比TVB般奖礼 还星光熠熠很多明星大佬都要给她面子 虽然向太在娱乐圈人员好很多明星都给她面子 但是却也有两个著名的明星 曾经和她关系不错 如今和她关系不睦 所以也不再捧场第一个就是周星驰 曾经和向太也算有过诸多幕后合作 也算是多年好友 但是最近几年两人的关系 却闹得水火不容非常尴尬僵持 另一个就是香港当红女星张伯芝 曾经也是和向太关系很好合作颇多 但最近几年却变得生疏了很少在合作互动 但偏偏就是与向太关系没那么好的昔日合作过的周星驰张伯芝 两人的私下关系却很不错 虽然两人只是在二十年前喜剧之王电影中有过一次合作 但这部作品成为彼此演艺生涯的重要代表作两人 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即使娱乐圈纷纷扰扰多个子也经历人事沧桑 但彼此的友谊和关系依然如初 二十年不变2010年 张伯芝生完二儿子Quintus不久 产后发福还没完全瘦下去 就带着大儿子Lucas为周星驰站台最近 周星驰导演新作《新喜剧之王》 将冲击春节赫岁荡西 目前正在紧落密鼓宣传造势 在《新喜剧之王》的香港宣传活动上 张伯芝为周星驰新电影捧场 周星驰和张伯芝 还重新写《喜剧之王》中经典的初恋演技教学桥段 隐天球柳飘飘回归 迅速引来网友围观引发回忆杀 优优独播剧赫岁荡西